另外在收集新闻方面 中国彩灯点亮世界大型中国彩灯艺术节 近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隆重开幕 一场名为中国彩灯点亮世界的大型中国彩灯艺术节 16日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开幕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至明年1月2日 它不仅是2017年美国西部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中国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也是中美民间合作规模最大的文化产业项目之一 此次国际彩灯艺术节是第二年在美国凤凰城举办 并得到了亚利桑那州政府凤凰城政府和成都市外办的大力支持 开幕式上凤凰城市长 中国朱洛杉矶总领馆文化领事王景等州市都为政要出席并剪彩 虽然这是第二届这个活动 但是已经逐渐成为备受当地人民关注和喜爱的活动 那么这样的活动也是为这个中美文化交流 大建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为促进中美人民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和了解 那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此次灯光艺术节 组委会特地从四川成都请到众多艺术大师们 他们用优秀的技艺将传统题材与现代工艺抽象和具象写意和写实 新古典主义与后现代风格结合 深刻展现了中国彩灯的亲和力感染力和无穷魅力 带给美国观众不同的感受 我相信通过这个活动会告诉世界我们中国文化的多彩 我们中国文化的风韵 去年的我们的登展来了将近20万人 今年我们相信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凤凰城的市中心 我们相信可能今年的人会将近一倍的增长 通过这种文化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个美国人不仅仅看到是中华文化 而且他看到的是世界文化 我们在我们这个彩灯世界里面呢 有埃弗尔金字塔 有这个伦敦桥 有非非洲的文化 有这个南美的这个玛雅文化 因此呢你来到我们的登展 你就看到了全世界 今年首次投入大量资金 在美国彩灯艺术节中植入了3D投影视频表演 展现中华千年文化 引入LED大屏幕和崭新舞台灯光音响 全力打造杂技表演 同时也被美国权威媒体 USA Today评为全美最好的五个圣诞彩灯展 本次活动将跨越感恩节 圣诞节新年 届时不仅有大型的中国灯视展览 呈现世界各地的著名景观 还将有来自中国的传统杂技 戏曲等文艺演出 凤凰卫视钱力涛 凤凰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